如果说富于日本队还在情理之中的话 那么国足一比三不敌越南队 显然失恋都不要了 球迷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失利 难道国足真的沦为云南球队了吗 球迷开始炮红国脚出攻不出力 尤其是队长无锡 在放手对手传中时居然躲球 再加上又有强调赤海参的视频传出 他自然备受球迷批评 不过就在今日 明记李璇爆料的内容却足以震动球迷 或许国足输越南是因为有人想做掉李肖鹏 对于国足的输球 明记李璇这样说道 今早跟一个足球业内人聊天 说到女足和男足这段时间上天入地的境遇 我俩都很感慨 然后我俩共同的感受是 出于那场比赛很诡异 有几个人的表现变味了 有的人感觉故意摆烂 不想赢 要知道国足此前从未输过越南队 这样的做法不仅仅导致失掉禁忌世界杯的希望 而是给中国足球抹黑 若真是如此 那是无法让球迷原谅的 恰巧 李肖鹏今天又临时不招十位新星进入国足 或许是准备秋后算账了 这十位球员都是年轻有潜力的新星 包括泰山队的段 流域以及广州队的严顶号等 对此李璇表示支持 希望李肖鹏排除干扰区用人 有些人离国家队远点 是是李肖鹏按照技战术需要用人 有些出攻不出力的就别用了 与一些泰山队球迷一样 在喜爱国足的球迷当中 也有很多人质疑李肖鹏没有执教国足的能力 李肖鹏在泰山队难求一贯 而好为指导却已经是三次冠军在手 当然我们要继续支持国足 希望他们支持而后勇